诶 怎么会掉色的 有个P字在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水晶里面 那么多元种种 原来有些可能你们摸摸一下有些东西掉出来的 但有些会没有掉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自然界里面神奇的一些矿物 我先讲讲这个 这个是透石膏 透石膏就是用来淨化的 非常之好 但是用完之后 通常我们手会满布一丝丝 好像粉丝那样很幼滑的 正常的 不怕的 即使用它好几年它都会脱不完的 但问题是很多很小的发丝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它的密度本身不高 而且很容易脱掉 但是不需要担心的 好了 第二种来讲 一般我们这个黑碧西 我看到一些白色的云露 有云露是好东西的 尤其是如果你化小瘾去病气 是极度强的 我也是强力推荐有云露 这云露如果你拿在手摸摸摸摸摸 但是千万不要用水洗掉它 因为这些就是为什么呢 效应会高一点 好了 第二种就是刺石物 来自于俄罗斯的 好像这个刺石物这样 这个金字塔形 它旁边下面本身是抛光 旁边你用手一抹 看不见到啊 一抹就脱掉 为什么呢 它的碳元素非常之高 所以真的刺石物 很多时它的款式 它都会留一个边给你们看 证明是真的 如果摸下去不脱掉 留意了可能不是真的这个货品 好了 还有这个呢 这个都是刺石物来的 但是呢 它有另一个名叫 精英刺石物 即是怎么样呢 它含那个碳元素更高 它是可以说是刺石物中里面 是极度能量高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的名叫精英刺石物 这些用来什么呢 用来沖水喝的 那我经常说的 你们用这个喝水之前呢 回去呢 应该用牙刷擦它先 擦走碎粒 再用水沖一沖它 那就可以用 所以里面有一粒粒 小粒的那些不怕的 是正常的 它只是旁边那些粒子呢 就松出来的 那就好了 另外这种呢 这种呢就是呢 很漂亮的 这个亦都是天然的一个 这个叫做呢 蓝铜矿 它和这个孔雀石呢 是共生的 很多时候也是的 你摸摸一下 咦又是很多那些粉状呢 闪亮亮呢 在手那里 不需要担心的 它是因为是天然 所以呢 它才会有这个效果的 那么呢 还有这个呢 要不要濕碎啦 不要大力去屈它啦 如果不然它很容易脆 但是它这个呢 对应我们的虫果体啦 想好睡点啦 聪明点 用了它呢 真的非常之有效 好了 那这个呢 我经常都要讲 历泥啦 辟邪荡灾 去小隐啦 我自己都在带着的 那么 好了 它有点亮亮的 还有些呢 好像一些粉状的一些 好像红毛泥那样的 又好像铁那样的 历泥的意思呢 就是大力的泥 泰国话的大力的泥 好了 那如果呢 如何看它真还是假呢 一般呢 我们用个杯啦 在这个底下呢 我们去磨它啦 如果见到深色的那些 压了下去呢 好了 这些呢 如果你拿去化验呢 它有一种元素出来呢 原来的元素 不是地球的产物来的喔 它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种银石来的 所以为何它的震频是那么强呢 泰国人特别受欢迎 但我也都经常推荐 因为它可以真的呢 帮助这个呢 辟邪去病气是非常之有效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呢 这个呢 沙漠玫瑰 它是什么呢 其实它本身的种呢 就是一种透石膏来的 也都很多 哇 这些是一粒粒的 因为为何呢 我经常教班都有建议那些学生去用 因为它用来呢 冥想打坐是非常之呢 很容易呢 令到我们呢 和谐进入状态 但是呢 这些一粒粒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沙漠玫瑰 它说明是沙漠 是沙漠的沙 所以不用担心的 是正常的一粒粒浮出来 正常的 好了 另外有一些呢 咦 它的矿是不会脱出来的 用的时候比较好 一般是水晶 滑滑滑滑滑的 好了 那我讲一下这个呢 黄铁矿 又都是哦 想跟大家讲 这个我经常说 聚财嘛 它整粒都是金光灿烂很漂亮的 那如果你想看它真还是假呢 你带些出它 如果有些金色的 你拆了你的肉那里呢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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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的那些人呢 那些商人呢 将它呢 涂了那些金粉里 那你就放下了 立即就不要要它了 即是假的 好了 那一般来讲呢 黄水晶啦 黄水晶呢 其实呢 在市场呢 就很少很多的 那如果呢 你去测试它摸它的话呢 它又脱了些黄色呀 的金粉呀 好了 亦都是马上放下 因为怎么说呢 那些商人 亦都可能涂了那些金粉进去的哦 所以呢 就变成了会脱掉你的手套 好了 大家呢 亦都可以测试到 哪些是有些矿物啦 有些是不脱掉的啦 所以呢 有脱掉那些呢 刚才我说过 是天然是自然的现象 是不需要担心的